巴西水污染问题严重 家用和工业用的垃圾和污水 在欠缺管理的情况下 大量排放到河川中 危害自然生态 当中以河流和湖泊等水 欲为栖息地的鳄鱼 受害首当其冲 里约热内炉的鳄鱼数量 估计有5000只 许多现在都被迫 与垃圾和废弃物为伍 宝特瓶塑胶带堆满河面和河岸 鳄鱼生活在有如垃圾厂般的 脏水和丝水里 觅食和生存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鳄鱼还面临被人类 猎捕取肉的风险 虽然在巴西猎捕鳄鱼违法 但是食用鳄鱼肉 有市场有行情 违法捕鳄大有人在 对此生物学家警告 鳄鱼栖息地因水污染 导致微生物被增 藻类随之暴增 除了不利鳄鱼觅食 有些藻类中的毒素 被鳄鱼吸收后留在体内 即使经过高温烹调处理 也不会消失 人类如果吃下野生鳄鱼肉 只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中央社综合报道